周五 在曼哈顿时代广场上 轻快的鼓乐演奏中 美国陆军迎来了 249岁生日 祝你生日 第一次 军事业的专业 一种是 倾向国家 专业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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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忽然 自责 专业 专专业 所以我认为 认为 一个专业的专业 专专业 把中国和其他人 前过分 是一种良好 一个比较 专业 对 在庆祝活动现场 有20多名新兵 宣誓加入陆军行列 249年前的6月14日 为了在独立战争中抵抗英军 美国正式成立了大陆军 而这就是美国陆军的前身 249年后的6月14日 来自世界各地的民众们 在纽约时代广场为陆军请生 阿尔塔米米来自中东 这是她第一次来纽约旅行 她想对美军说 陆军也希望更多的新兵加入 为他们提供不一样的人生体验 以上是新唐人电视台记者 李佳音上进在纽约市的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网站 转发 证换三个月